你可以這樣子 這是因為兩邊對稱的 所以你可以中間 用中間把它對稱 那一條線喔 把它對稱的準一點 準確一點 然後等一下一起剪就好 就算是你等一下剪的時候 不是很標準沒關係 你用一邊方都標準就好 那一條線 你可以對著那個光 對著那個光 看看有沒有疊在一塊 線條的疊在一塊 沒有的話你調整一下然後再剪 但是沒有 動作快點了 因為這裡也要動剪了 來 那這裡 我跟妳說 你兩邊那個兩邊對 這樣子這樣剪啊 你剪出來就那個 對著 你這樣剪 剪一半的話 它就兩邊都出來了 好 趕快剪喔 把它那個輪 先看一下 把它剪出來 你不要剪到不該剪的地方 先看一下 你要從中間線對著 從中間線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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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畫那個下面有畫4個剪刀有沒有 那個上面是虛線 那個短短的虛線把它剪開就好了 你不要全部剪掉 剪開就好了 剪開 虛線有沒有 那個虛線的地方 你把它剪上去 然後你剪上去 把那個虛線剪開就好了 那個等一下要當做那個 生效的版在用 剪好 一樣兩邊一起剪就好 那個虛線齁 你就兩邊合起來 剪一邊就好 好 好了之後 剪好之後就是這樣子 形狀是這樣子 那麼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 這個前面的這個部分有沒有 這裡有缺口有沒有 那個缺口要剪進去 缺口這裡 兩邊都有 前面的缺口要剪進去 還有那個 還有我們剛剛講那個畫四隻剪刀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變得把它剪開 虛線剪開就好 虛線剪開 那如果已經做好 已經剪好的 剪好的可以開始來試看看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有畫線 把它放在下面 所以你先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1234567 看看位置 好之後翻過來 來 來 你看1234567 看看位置 好之後翻過來 先找到那個1那個線 1那個線 1有沒有 1 折下來 如果你兩邊一起折的 那麼不是很標準的 你就 右邊折到哪裡 你左邊就折到哪裡 就不要把那個線 另外一邊你就不要把那個線 你看 你看 剛剛折過來 你看看那個 如果你把它翻過來看 他就是折那個1的那個線 1的那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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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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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折好沒動呢 你就把它刷一下 記得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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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有看到2在這裡 有沒有 看到2在這裡 2在這裡 2在這邊 2在這邊 給 та一人 2在另外 2在這邊 你看到 摺進來 摺進來 這樣摺進來 也就是說 現在摺進來之後 那個頭會變的更尖尖的 頭會變成尖尖的 頭會變成尖尖的 頭會變得尖尖的 怎麼會變得尖尖的 左邊的尖尖的 要往裡面折喔 往裡面折 會變成一種尖尖的 來 折的時候來 你看你這樣子 有畫線在底下 畫線在底下 反過來 那個才是頭 這個是頭 那個有上下的部分 這個是頭 然後朝下 然後折過來 一折過來 一 在底下那一條 一在這裡有沒有 一折過來 對 可是你要拿這樣子 拿這樣子上下這樣比較好 不是上下 對 這樣子 好一跟二折下來之後呢 然後再來翅膀 肌膩的地方有沒有看到山有沒有 看到山把他折過來 往裡面 都把它包起來 一直往裡面包 往外 這樣一起往內 所以再 就不要整個王妹這樣 真的嗎 是要真的 你如果是對稱者齁 不準的話 你用一邊看 像我這個 左邊的有點 不是很準 但是你用一邊來當個標準就好 所以你一換一邊 你不一定要按照那個 直接走 折第三棟的時候 第三棟 第三棟 包起來 第二棟 你一折過來的時候 會看到 之後再把它折進去 再往 再把它蓋一次 蓋進去 對 蓋進去 好 折起來 好 折起來 用一邊就好 對 對 用你折的那邊來對稱就好 好 到這裡了 有沒有 精神 有沒有 精神的各自 好 聽說你每折一動 你都要把那個邊邊 就把它刷進去 刷的 讓它可以黏進去 好 好了之後呢 再來就兩邊合起來 這個是第四條線 兩邊合起來 有沒有合起來 兩邊合起來 這裡 我怕你會折錯 那麼每一動呢 一樣就是把它折得 扁扁的 讓它對著你 對著你 好 再來你看 現在 有看到第四條線有沒有 讓它 我現在呢 面對你自己 那個 那個第五條線 面對自己 面對裡面 你看 這裡有沒有 這一條線 第五條線 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把它折上來 折上來 你看 折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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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上來之外 用手 你看 把那個折線 把它摔一摔 用你手的濕氣 把它多刷幾下 目的是要等一下讓它變形 可以 多刷幾次 手上濕濕的 來 好 放下來 折好之後 放下來 放下來 來這一塊 你看這一塊 把它凹進去 凹到裡面去 凹到裡面去 先放下來 才可以凹 這一塊 這一塊 你看 本來是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把它放下來 來 之後 之後 你看 把它凹進去 反過來凹進去 放到裡面 反過來凹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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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合起來 兩邊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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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才會看到 第五條性 好來 再來 因為這裡 我沒有那個 就是 那個 原稿 我現在把它 我畫三個定數針 一樣就跟剛剛 第一架飛機一樣 你看 來 看到這裡 有沒有 我們放三個定數針 要定的 定在第六條線 第六條 定的 下面 那個線的下面 你不要定在線上 從 來 從這裡 從這裡 你看 來 你看 中間要先定 中間先定 定在那個線下面一點點 不要定在線上 因為你這樣很整 很整 好 中間先定定 之後你再定 後面 然後再定 斜 中間 中間要先定 中間先定 如果你兩邊定了完之後再定中間 一定會歪去點發抖 好 如果你已經定好之後 把六折下來 六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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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要折 我記得 好 折的時候 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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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折一刀 記得用這個筆把它摔一刷 中間刷到前面再刷到後面有沒有 把它摔一刷 然後呢 另外一邊折過來 對稱折過來 對稱折過來 折過來之後一樣你要刷 用筆 用筆 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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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一刷 你折六下的時候不要打開 然後再把七內 欸 卡謝 可不能折上去 欸 卡謝可不能折上去 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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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六下 折六下 折到好的時候 記得要刷 把那個身體 全部都把它壓得很扁 壓得扁扁的 好 來喔 要打開了 打開了 我們要節省一點時間 我們等一下再教你一種飛機 這個距離皮膠過 來 現在把那個翅膀 把它壓下來 從頭這樣摔一下 那個折線摔一下 再把它撐起來 有沒有 撐起來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好 撐起來之後 來 翅膀 微微的朝向 微微的 微微朝向 這個它是平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紙飛機 那你飛過去之後 它翅膀會再被它撐起來 會變平的 所以你微微朝下 還有 剛剛後面有 有四把剪刀剪的那一塊 把它壓 你看 可以拉近一點來看 拉近一點來看 這裡 這裡 來 這一塊把它壓上來 有沒有 這一塊 壓 你看喔 往前壓一下 有卡到 有那個 沒關係 壓下去 壓下去 然後再往後把它刷一下 有沒有 往後刷 這一邊也是一樣 你看喔 這一塊 這一塊 有沒有 壓一下 然後呢 往後刷 讓它形成往後斜斜的角度 你看 你可以看到斜斜的角度 這是斜斜的角度 斜斜的角度 那這個是那個 冠箱2000的那個模型 來 各位看喔 你現在已經 如果折折到這裡 穿OK 待會我再折給你看 你看一下這個形狀 看看你能不能折 我折給你看 那你現在不要動 沒辦法你折的時候 等一下就會變成 滑進扭 這一種 你看喔 這一叫飛機 我現在是三角形的機身 你看喔 我現在把它放回去 我第一棟折下來 對不對 折下來 折下來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去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 可以最照一下 是不是兩條線 對不對 兩條線的中間 你折中間 再折下來 中間折下來 折下來 再折一條線 然後我一樣 要壓 要壓它才會那個 你看喔 好 一樣 兩邊都折了 兩邊都折 兩邊都折 我這個折給你看 你試看看 不會做 沒關係 你努力一下 有沒有 好 那原來的這一棟 原來的這一棟 那一條線在折上來 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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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打開了 有沒有 那個四角形的機身跑出來 有沒有 四角形的機身 可以照一下 那個 拍亮 中間 四角形的機身 有沒有看到那個 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是 有沒有看到四角形的機身 喔 用四角形的機身 這個變立體 好漂亮喔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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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知道怎麼折嗎 再一次喔 你看 第一個是六 折下來對不對 折下來 放回去 放回去 然後在中間 兩條線的中間 兩條線的中間 折一條線 再折一條線 下來 為什麼 折一條線下來 那兩邊都折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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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後 再那個七 摘上來 七摘上來 據說在兩條線中間 再摘 你可以現在不要去動它 沒關係啦 回去再試看看 它折出來 它就會有一個立體的機身 它會更立體的 那這一架飛機喔 我們剛剛講說 可以折一輪漸漸 你要飛的話呢 這兩個腳 這兩個腳 要向上 注意喔 那個記憶 要往下一點點 不要 不要翹翹的 不要翹翹的 那個記憶要平的 要平的 因為我剛剛有做過 試看看 我把它捏一下 不然把它射到 小朋友注意一下 掉過去了 那兩片太高了 而且右邊 這個 這一個 各位記得第一架飛機 我是叫你們兩個腳 把它往上下 對不對 兩個腳 那這個呢 我就是用這兩塊來調整 用這兩塊來調整 所以這兩塊很敏感喔 這整架飛機 這麼大的一架飛機 這麼大的飛機 就用這兩片來控制 就可以把它拉上來 它產生的勝利就夠了 剛剛這邊 右邊太多了一點 好來 要不要把它射過去了 來 你要把它弄得平 然後沒有那個 那邊 它才會飛 好 再來 時間越來越那個 來 這一架大概乾了 再拿起來看一下 好 把那個基因 開始調整 調整 可以從這個 這個比較厚的地方 可以去調整 去調整 來 調整一下 我們開始那個 來 你看喔 前面的 前面這個基因 是稍微 稍微往上 有沒有 如果 你在這樣 你可以從中間 把它折 一點點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中間折一點點 這樣也 兩邊盡量對稱一點 可以往下 注意喔 那個條線要上下 那個前後要直的 那這裡呢 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飛 好不好 我先告訴你 因為他 我看看 我這裡有那個 我這裡有拿兩架 我這裡有拿兩架 那我之前做的 之前做的可以看看 就再往這邊 讓我試看看 小朋友來 丟過去了喔 喔 唉唷 他在邊 邊那個 那這一架也是固定的 我把它固定了 好不好 丟看看 一架往那邊 一架往這邊 來 給我來 謝謝 來 請不要 好 如果喔 你丟出去的時候 這架還沒試啊 試看看 不一致請 我要進來 試看看 那我是讓他 那個 我們現在 他剛剛不太 不太肯飛對不對 那這一塊你可以試著 把它調整一點 調到前面 調到前面去 來 來 還那個 他可以再 再往前 再磨一些 磨一些 喔 好了 來 我們開始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等一下 我們這個都要出去 費用 我想說 還在做一架 來 看誰調整 來 看誰調整 微微的 朝上面 微微朝上面 如果你要把它彎的話 要記得 那條線是要平行的 跟這個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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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拖捏的那個 然後這一塊 不要 畫面的這一塊 不要抵的太高 抵的太高 抵的太高 可以按一下 要試看看 名字要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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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下也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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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兩個角度 不要太高 來 還有 我再講一個 等一下你可以試著調看看 因為我剛剛 一直在調整 調整 如果飛機往右飛 表示右邊太高 知道嗎 因為這一塊 它擋到的風 它擋的比較高 它擋的比較多 它當然會變慢 會變慢 然後左邊 我會把它壓過來 那左邊如果 往左邊 表示左邊太高 所以你要調整 要怎麼樣 如果往右邊 偏 表示右邊太高 你把它降低 或是左邊 把它拉高 知道嗎 每次調整一點點 一點點 我們要去飛看看 飛飛再進來 我等一下 我叫你們